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多跌158点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上来了 预估量1786亿 这个量是怎么样 这个量是今年的新低量 下跌量缩 代表卖压是有效控制住了 今天行情几乎普遍都跌 涨加速只有261加 跌加速有594加 OTC的部分是平盘 所以中小型股还是来得比较强 所以跟大家讲过 要开始布局主升波的起涨股 主升波的焦点就是在中小型股的部分 所以从这两天的行情里面可以很明显看到 很多中小型股不但不跌 还开始慢慢的在往上爬 台北股市目前跌128点 下半场有机会把跌市减缓 做拉升的机会 因为连续两天的下跌之后 目前分线的指标 已经很低了 你看30分的指标已经到 已经剩下十几而已 所以下半场有机会转为强势上来 可以特别注意 下半场上来 哪些股票有机会做带动的行情 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昨天美国股市跌幅加大 道琼跌643点 纳达克跌了2.54% 费等包体跌了3.7% 因为联总会鹰派的人士昨天又开始大声讲 不排除还是会升三马 那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在事情没发生之前 总是会有人扮白脸 总是会有人扮黑脸 对不对 话不能说死 这波美国股市道琼涨了4600点 第一次回到年线 一定会压住的 因为距离美国下一次升息时间 还有将近快一个月的时间 快一个月的时间到9月20号 那还有一个月时间 道琼都已经大涨 纳达克涨了25% 费等包体涨了30%了 后面又一个小的时间 而且到底要升两马还是升三马 原本升两马的呼声高达60% 那现在升三马的预期 也开始慢慢的又拉高了 所以股市顺势回档是正常的 那台北股市这波涨的幅度比人家小很多 我们只是把6月20超跌的那段给补回来而已 但台北股市目前在走的是一个14天的倍速循环 这一直以来我都一直延续在跟大家谈 所以上礼拜我特别提醒你 注意第28天的转折 完第28天到之后拉回来 那如果依照时间周期计算的话 今天是拉回的第5天 今天是高点转折出现后回档的第5天 那回档第5天如果也14天来算的话 那后面还有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行情会起起落落起起落落 目前支撑是在15000点 今天15000点不一定会来 下半场有机会跌势缩巧 做回升的行情 可是要马上直接上去也不会 拉高还会再掉下来 这里要消化14天的时间之后 才会开始进入主升波 这一波是出升波 现在进入调整波 14天结束之后开始正式进入主升的行情 所以这两个礼拜在震荡过程当中 你应该开始着手布局主升波的股票 这是整个大盘架构的部分 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 今天下半场要拉回头 几档重要的指标股 台积电连电会涨 可是幅度恐怕不大 因为成交量剩下1700亿 1700亿这种大型股要扣 会比较吃力 但台积电500块钱的支撑是很强的 所以台积电会稍微跌势减缓 联电 因为联电价格比较低 所以比较容易拉抬 联电月限在41块钱的地方 所以联电下半场要回 机会是比台积电更大的 现在联电分线也到13 14了 所以下半场联电有机会带动整个指数回升 今天联发科相对比较强 联发科今天一整天都是红盘 目前涨了5块钱 那联发科涨5块钱 联发科下半场回升的机会带动是比较快的 因为从早盘大盘在跌的时候 他就已经止跌不跌了 所以他的表现已经领先大盘止跌 所以相对的代表什么 代表有一只手在撑他嘛 才会大盘跌了150几点他不跌嘛 所以下半场大盘在回升过程当中 联电联发科这两只股票 带动领先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那另外长龙阳明也是 昨天跌3块钱之后 今天大盘在跌 他就已经不跌了 早盘大盘跌160几点 长龙阳明都维持在红盘之上 那其实昨天长龙阳明跌3块钱的时候 日本的三大海印股都只小跌0.2% 0.4% 昨天晚上欧洲的马士基跟赫博罗特 也没有什么跌到 所以可见的长龙阳明 其实主要问题还是自己信心不足的问题 目前长龙空单有15,939张 目前空单几乎都还套住 那你不能再往下掉 再往下掉让空单跑掉 那要再嘎空就不容易了 所以长龙如果要完成嘎空 很快的就要开始动了 所以今天下半场长龙带动的机会也是很高 因为大盘跌160几点能够锁住不跌 尤其这种中大型股 所以下半场大盘带动回升的几只股票 长龙阳明连电 联电 联巴科 你注意这四股 因为这四股对于指数才会有贡献 才会有带动 才会有影响 如果是太小型的丑马股 那各种各的跟指数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下半场大盘的回升要兼顾到量的考量 兼顾到对指数的带动 所以台积电的机会可能是比较小一点 联电 联巴科 长龙 阳明 这四股要特别注意 好 个股的部分我跟大家谈过 你要开始布局主生坡的起涨股 主生坡起涨股的特色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中小型股 开始进入主生坡之后 就是中小型股的天下了 尤其要有业绩题材的 业绩越好的 价格跌越深的 越占优势 所以往这方面去找 中小型的股票 跌幅越深的越好 同时北比越低的越好 加上涨幅还相对落后 其实我已经讲了好几档了 比如像大成钢 南电 这个最近都有不错的表现 包含台光电 泰博 这几档 你看南电我们昨天 昨天我们南电 300块钱先卖一半 尾盘杀下来288 现在剩下280元 从我们300卖之后 掉下来已经20块钱了 那南电下来爱又Q都回来 因为目前2000张的空单 目前都处于套住的现象 那你要让空单跑不掉 这个行情才有嘎空的机会 所以下半场南电的走势要特别注意 南电我会再捡回来 我们价格已经都订好在那边等它 只要价格来我们一定会都要接回来 大成钢也是很抗跌 你看这波大成钢 双底一完成之后 一喷出去 支撑已经形成在39块钱 下不来啊 半年报就已经赚5块钱了 今年赚个8块钱 轻松如意 赚个8块钱股价才39块多而已 太胸了 这个双底完成之后会去那边 现在指标有点高 所以走势上会震 一边震 然后突然间再拉开 再拉高 要跌升 机会不大 台光电今天也很强 目前涨了1块钱 连续两天 昨天跌1块 今天涨1块 所以大盘两天 跌了300点 台光电几乎无动于衷 很漂亮的一个图形 刚占上几线而已 这也是跌很深的股票 300口罗爱 我们是158块钱买的 目前在175块钱 几乎赚了大概快20块钱 台光电也是主声波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接下来你在找的时候 往这方面去找 中小型的 业绩特别好的 股价跌很深的 往这里下去找 你会找到很多 接下来主声波 带动攻击的标的 泰伯 今天泰伯一度大涨 泰伯今天一开盘 马上冲到224元 很快 因为今天传出来 泰伯得到快差事迹 得到日本的认证 而且打入日本最大的 一财公司 这家一财公司 也是全球第二大的一财公司 所以泰伯打入日本的市场之后 今天消息带动直接开高 这开盘起来7% 200里来4块 我一直给大家看这个图形 头肩底的图形 这种很难得出现的图形 一旦出现之后 整个行情喷出去 往往是底部距离的三倍行情 往往是底部距离的三倍行情 现在比较可惜的是什么 量一直没踹 还没有办法像之前 在加速上涨时候 出现这么热络的交易量 这个交易量还有点闷 所以行情走得有点满山 可是慢慢的 当距离越走越远之后 整个行情加速喷出的机会 也可以特别注意 当然我的操作 我不习惯追高 第一档有跟着买的 那这里就不用再追了 抱着就好 除非说有蹲下来 那再减便宜货 如果没有蹲下来的话 那就不介意再追高了 一直在追高 反而会让自己更危险 还有很多底部即将完成的个股 有很多基地 这支也是 这支支線有的架 对三百流到百时 支線百有效果会上升 所以下一波主生波发动的时候 这种都是重头戏 这支也是 对这个 六百跌到三百 双底即将完成 这乱没多 我们现在价格在等它 只要买点一到 我们就会下去买 这支花水 今天盘中一度大涨到六% 上升三角形刚完成 尤其三段式下跌之后 两百倍来四块 下到纯九十块 现在上升三角形 已经站上去了 锦线已经过了 只要有压回不会多了 既然气势形成之后 整个行情会开始 因为上升三角形已经完成 所以开始慢慢的越推越高 有了这支要注意 这很活泼的一支股票 所以你往这方面去找 有很多主升波赚大钱的个股 会开始大板工 因为毕竟今年第二季的营收获利 写下历年来最好的第二季 上半年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上半年 可见的台湾今年景气是不错的 那股市严重超跌之后 慢慢的 该怎么回落就怎么回落 股市是景气的橱窗 所以景气越好 股市自然越好 那相对的既然今年基本命这么强 那么今年赚大钱的个股跌很深的 到时候大反攻都会成为市场的焦点 所以这两个礼拜 后面两个礼拜的时间会震荡打顶 这两个礼拜 全力布局主升波的起涨股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带你一档一档慢慢来逢低建立基本支付 到时候行情一发动又是最大赢价 我们的负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